posterior 便錦 好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元宵節愉快 今天是月宵节 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团圆的节日 祝大家何家欢聚 大家能够在一起开开心心 把这个新年过好 有一个圆满的新春的佳节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还是关于最近的一些新闻热点 再结合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 对时局的看法 谈一谈关于民主革命大潮 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大潮 曾经有朋友呢 跟我提出建议 提出批评建议 就是说 哎呀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有朋友提出建议呢 就是希望呢 我做的这个关于 关于政治实施方面的节目呢 希望我能够像其他人一样 在做这个说的过程中间 能够把那个一些重要的提示啊 比如说重要的要点啊 或者是文件图片 把它拿入进来 但是呢 说老实话 我不懂 我不懂这个 但是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如果有那样的 比如说 在我说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 把那个重点 图片把它拿入进来以后呢 朋友们在听的时候 看到那些重点 就更加容易 就是 容易就是说 进入到一种思考的状态 更加容易 把握这个脉络的线索 但是实在对不起 我不懂这个技术 我想今天可能 网络上 大家最看到最重要的 就是感兴趣的一个新闻 就是 呃 成毅的儿子 成小鲁的死 呃 同时呢 大家仍然还在感兴趣的呢 就是关于 呃 前两天的新闻 关于那个修宪 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新闻 经济 经济板块 一个更重要的新闻呢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们 是没太注意 但这个新闻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也就是 华信国际 华信国际的叶简明 现在已经出了问题了 呃 不是被关押 就是被保护状态了 这种被保护状态 大家也可以理解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大家很多人 不知道叶简明究竟是谁呀 叶简明 呃 为什么 呃 会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 关键的时刻成为一个 呃 新闻人物呢 这个呢 其实我在去年 去年的一个 两期节目中间 两期的节目中间呢 专门就以叶简明 叶简明和他的华信国际 作为一个标本 进行了解剖 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标本呢 就是 窃国 沉船计划 这个窃国沉船计划呢 他们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是一系 一系列很系统的一个实施的措施 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阴谋 用我呃 前些年 呃 我的 给他的一个就是说 评价呢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 现代中国版的共计会 这个在去年三四月中间的时候呢 我在推特上面 也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在胡文贵爆料之前 爆这个 真正爆出这个王岐山他们的料之前 大概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 所以的话我在去年做的节目中间 就把这个华信国际 同时我在做这台节目的时候呢 也向郭文贵提出了问题 等于说是挑战郭文贵 他应该把华信和他郭文贵先生 在阿拉伯 在沙特阿拉伯 在阿布扎比 究竟是在干什么 他应该要说出来 诶 徐杰先生好 徐杰先生好 但是郭文贵先生呢 并没有回应我 只是把我在推特拉黑了 那么今天叶简明被抓 或者是被保护起来 这中间就有很大的一种 政治意味 他不是一个经济上的案件 前几天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邓小平的前孙女席 吴小辉 我曾经在去年 也确定过 就是 嗯 深圳财出事 呃 呃 深圳财和这个 呃 吴小辉出事的前后 我个人认为 习近平 王岐山 他们的政治触角 已经开始在 触及那些 呃 顶层的家族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呢 我们大家很多的网友 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经常上网 关心中国政治时事和经济的 很多的网友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 很多的都是负债 在负债状态下 在运转 也就是说 是一种破产状态下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 12年 他们登记以后 李克强呢 两 最前的两次活动 李克强 登上这个 总统宝座以后 两个 两个新闻 就是两个 关于经济上的活动 第一个 就是说的 开的经济会议 李克强的态度就是说 中国最大的红利是什么 他解释最大的红利就是改革 他对改革的 这个具体的解释 那就是 城市化建设 这是一个 也就是说 李克强 仍然还是在 进行 一种 用地产 来带动 中国经济的 一种思路 李克强的 第二个经济大的活动 公开的 就是 接见了 美国的 一家 国际投资公司的 老总 而陪同这家国际公司 老总的是谁呢 他就是 李小林 就是李小林 其实 这个新闻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当时我就 在 我的脸书 就进行了评论 这就是说 这届政府 没有钱 这届政府要 必须要楼钱 否则他 没办法运转 这也就是 有了后来 一系列的 就是说 什么 打虎啊 反腐 苍连之类的 他那个就是一个公开的 习近平 他们上台之前 各大家族 在 勾兑过程中间 有一个承诺 要退让一些 过去 他们 劫月的 名字名高出来 要退让一些 劫月名字名高出来 干什么呢 就是 维持这个体制的运转 否则的话 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 就失去了 因为体制没有 足够的资金运转的话 他们就无法真正统治了 那么多警察 那么多军队 暴力机关 需要用钱来养的 需要用钱来收买的 那么多的 所谓的 文人 所谓的专家 也要需要用钱 来买的 所以他们在 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 大家族 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得不退出一部分 利益 来 帮助习近平 稳定这个政局 但是的话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来源 他们没有更好的一种 创造经济的动力和来源了 没有了 我们整个的经济架构 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大问题 农业 基本上就是 放汇了 我们知道很多 现在很多的农村 农民 根本就对种田 并没大兴趣 并且农田的 那种就是说 这么多年 强力的那种使用 土地的板块 结块 也严重的 伤害了那种农田 产出那个 刀骨 产出 这个 果实 所以我们的农业 根本就 不能够 支撑这个国家的 基本需求 不能够 我们的所有的进口 粮食是很大一块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很重视 就是看我们的这个 粮食进出口 应该是截止到一 截止到一五年吧 截止到一五年 我们的 就是官方统计的啊 国家统计 去统计的粮食进口 是六百多个亿 美金的 粮食进口 是出加工粮食 请注意 就是很便宜的 出加工粮食 也就是刚刚 从那个地里面 收上来的 那个 比如说玉米 是吧 就是脱离以后 最终出加工的 而我们所谓出口的粮食呢 大概是一百多亿 都是经加工以后的 那么我们进出口的粮食 就非常不成比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老百姓桌子上的 鸡鸭鱼肉 这些农副产品 甚至包括大米 都是进口的 都是进口的 都是依靠进口 我们很奇怪 这些鸡鸭鱼肉 不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吗 为什么说是进口的呢 因为 这些鸡鸭鱼肉的饲料 是进口的 是通过进口 这些初加工粮食 加工成为 饲料 我们才有了桌上的鸡鸭鱼肉 而不是那种自然生养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产的这些粮食来喂养这些鸡鸭鱼肉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基本的情况说了以后 我们再说 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要在之前铺垫这么多十来分钟 关于 关于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鸡鸭鱼肉之类的事情 关于经济 架构的事情 这些东西 它 是能给我们 提供 分析的数据和信息的 也就是论证我们很多的一些结论 这是一场政治和经济交叉的战争 有些人 有些朋友就是不太不太理解政治究究是什么 政治就是权利 政治就是一种划昏利益的权利 我们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到今天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社会 它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元素就是权力 就是权力 就是泡股力量 原始社会 我们靠一种人自身的求生争的力量 是吧 我们学会了用石 用石头 做武器 去攻击 这个 其他的野兽 来获得生存 下去的能量 奴隶社会 他们靠一种强力 来 把能天占有 把其他的人 当成自己的奴隶 这也是一种力量 来实现 这种社会的形态 封建社会 同样 那么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呢 同样也是权力两个字 它的最基本的元素 只是这份权力从什么地方来 怎么样形成 这些与什么其他的很多的那些学说 没太大关系 人类社会的结构 最基础的就是权力两个字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社会 就面临着一种权力的 一种碰撞 一种交接 当权力 它 听上去 这种power 是一种很出向的 是一种政治概念的时候 那么 它的具体体现形式呢 就是在经济上 谁掌握了经济的命脉 谁掌握了 社会公共的资源 谁就拥有这种权力 这就导致了 这么些年来 所谓的打老虎 所谓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 这届政府 他们如果不能够把握住经济命脉 他们同样 也就是 没有更多的 在政治上的放育权 同样 还是 那些真正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 他们 有延伸的一种政治化育权 来对这个社会进行操控 这种权力交换的碰撞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胡锦涛时代 因为胡锦涛时代 他是 胡锦涛 他们是属于一种草公贵族 如果说他们是经营 他们也是一种权贵经营 他们是草公来的 他们 那一届 无非就是 看家 守门的 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权力游戏中的主角 那么他们的这个看家任务完成了 现在是所谓的红色家族 接班人 无论是薄熙来 还是习近平 他们都是来自于红色家族 他们 首先 被选中第一个要点 就是要捍卫这些红卫家族的统治 红色家族的统治权 红色家族的统治权 就需要稳固这个体制的政权 而要稳固这个体制的政权 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就必须要有真正的话语权 这也会 不仅仅是导致就是说 所谓太子党 与这些平民 利益集团 产生矛盾 要终多话语权 平民 利益集团 他们好不容易 形成了自己的帮派 熬成了自己的这种 就是说 势力 这种政治势力 他们当然希望要保护好自己 他们不想被吞掉 当他们在保护自己 一抹三分地的时候 他们就影响了 以现在所谓习近平为代表的 这个红色家族统治的 这种权力 这种实施 他们意志的力量 这种矛盾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公开知道的 而实际上 太子党内部 同样 也在纠缠着 有矛盾 也在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那么我们就 从郭文贵说起 我们大家都知道郭文贵 郭文贵毫无疑问 他曾经肯定也是 在某个家族下面的 门客 所管理的一种 就是说白手套 就是楼前的一个大的抽油管 他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让我感到很感兴趣的 他和我现在马上要说的 也就去年视频中间 节目中间说过的 叶简明 华信国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交集 就是阿布扎比 我们知道 阿布扎比 阿拉伯 阿联酋 是世界 最重要的 产油的 一个大油田 是吧 而华信国际的 这个叶简明 他究竟是个什么来路 华信国际 是成立于1980年 这个我在去年中节目 说过 现在我再简单的 重复一遍 华信国际 成立于1980年 当时的法人代表 叫成秋图 而成秋图 出生于197 哎呀 197几年了 1977年还是七几年 我有可能记错了呀 也可能是还早一点 197几年 也就是说呢 成秋图 在当上了 华信 公司啊 在上海的 法人代表 时候 成秋图只有几岁 成秋图可能也就 五六岁吧 而叶简明呢 好像叶简明是1977年出生的 叶简明是1977年 好像是六月份出生的 叶简明在当时 那么在1980 1980年也不过就是三岁 是吧 也不过就是三岁 但是呢 在上海华信 能源 这个名单里面 最初的 这个 注册 是没有叶简明 法人代表是成秋图 也就是 年仅几岁的成秋图 就是华信能源的 法人代表 在1980年 很有意思 但是的话 到了2009年 不不不 1999年 或者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 好像是2000年 叶简明横坑出世了 叶简明横坑出世了 叶简明当时也就 245岁吧 应该 2000年的时候 对吧 他是77年了 77年六月 六月 好像是六月几号 就是六月初的 六月初出生的 那么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也就24 25岁吧 应该 这时候 叶简明 在香港 注册了 华信国际 请注意 这个华信国际 在香港注册以后 短短几年 迅速的就 掌握了中国的 石油人员的 进出口 迅速的掌握了石油人员进出口 真这么神奇 那么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这个 就肯定还是与 上海华信能源总部 他们是 一个双胞胎 一个双胞胎 一个负责国内 一个负责国际 比较详细的资料呢 我在去年的两期节目里面 展示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比如说当我们 网友们 是吧 在嘲笑 全国人民 洗淫汽油涨价 在嘲笑这个汽油涨价的时候 但是我们很多的网友 不知道汽油为什么会这么涨 并不知道 总觉得就是这个不及负不及的这个央企 是吧 忠实油忠实化 他们为什么还亏本 为什么汽油脑涨价 对 成秋图的就是75年 成秋图比叶锦明要大一点 我记得是 也就是45岁的时候 也就是五岁 最多也就五岁 那个时候 那么为什么这个汽油会这么涨价呢 所以的话 我们经常很多人就会怀念 怀念一个时候 怀念什么时候呢 怀念耐昌新时代 耐昌新是在海外走私汽油进来很便宜 那当然了 走私进来的没交税 是吧 就没有被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就是大把楼钱 那就肯定便宜 而现在的话 我们汽油 为什么会这么贵 贵的就是说 可以说是世界 世界之 罪了 可以说是世界之罪 并且 并且汽油的质量很差 华信能源 它的海外机构 就是华信国际 在香港的 他们才是正式具体操作 操纵石油能源的黑手 当然他们最终的政治背景 是属于哪个家族 还是哪两个家族 现在我们大家还在猜 大家还在猜 不过呢 不管怎么猜 陈小鲁的死 和华信 这个叶简明被抓 请大家注意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我的想法 他们不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陈小鲁突然的死 叶简明被抓 他们不是独立的事件 我认为 这背后 还有很深很深的故事 我们以后 会慢慢找出来 再慢慢告诉大家 华信国际 在香港注册以后 短短几年 到这个 叶简明 大概29 30岁的时候 就完成了 完成了这个整个 我们石油能源的控制了 基本上 第一 我们前些年经常 破口大骂的 就是说什么 江泽民时代 和这个 后来是谁 与这个俄国签订的 石油供给协议 请注意 当我提到某个事件 重要事件的时候 我会成乎几遍 请大家注意这些事件 这个协议 是以当时 国际石油价格最高的价格签订的 并且一签好像是10年还是30年 然后和俄国 建造了 输油管道 到中国的输油管道 我们就会骂 就会骂 你为什么要签订这个 为什么要签订这个 但是 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就不去找为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们为什么 其实我早两年 我就在告诉大家 为什么没人听 没人听 没办法 是因为华信国际 因为华信国际 他们 是俄罗斯国家石油的三大股东之一 三大股东之一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为什么要高价从俄国购买石油了吗 现在大家还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样在抢钱的话 那我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他们不仅仅华信能源就是叶建民 他不仅仅是在俄罗斯购买了俄罗斯国家石油的股权成为三大股东之一 就是把自己在俄罗斯的生产的石油 非常低廉的这种成本 高价在买给中国的老百姓 高价卖给中石油 明白吗 他们和中石油是狼狈为奸 合在一起 在截虐老百姓 现在大家知道了 窃国是怎么窃的 中石油 把大量的宝贵的外费 美金 欧元 就支付到了 华信国际 香港华信国际 他们几美元成本 就获得上百美元的收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中石油会受苦说他们没挣钱 这不很简单吗 中石油他们自己那么奢侈的 他们怎么能挣很多的钱呢 他们那些官员 个人 都是盆满钵满的 这个是由华信国际 由叶解明去把他们养好 中石油负责高价的收购 好 同时 华信国际和华信能源 也就是现在从求图又再一次出现了 他们 还有更大的动作 这种动作大到什么程度呢 进入阿拉伯世界 进入 非洲 进入非洲 他们 很难在 就是说 完善的这种 就是说 法治完善的这种社会制度 民主社会 去进行这些活动 他们只能到这些专制的 落后的 拥有资源的地方 来把钱 洗出去 那么 成修图 也是 阿布扎比王室的 贵客之一 不要以为 郭文贵多牛逼 郭文贵跟成修图 跟 跟跟跟 跟这个 叶解明比起来 狗屁都不是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们 很多网友就是 只能认为 郭文贵非常牛逼 因为郭文贵名气这么大 因为郭文贵多 有多大的power 没有 郭文贵和成修图 叶解明比起来 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你们知道 叶解明 叶解明前几年 应该是15年16年 资产是多少吗 是2000多亿 美金 请注意 2000多亿 美金 郭文贵算个屁呀 在他们面前 郭文贵好不容易 抢来抢去 抢来抢去 搞一个这个 就是说盘股 整个折算起来 也不就200多 200多亿美金啊 对吗 对不对呀 叶解明是2000多亿美金 所以我在去年 我正式做节目 把这个 把这些东西爆出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叫板 郭文贵 你有本事 你把这个事说一说 把阿布扎米 事情说清楚 郭文贵不接招 把我就拉黑了 知道吗 还有很多事情 我还没报 像什么 中铁呀 像什么 这个 中国路桥啊 我还没报 我现在 他们都是海外 洗钱的 白手套 都是往海外洗钱的白手套 所以 我 我是 我确确实实在推特上面 我看了 其实我是有一种 很悲哀的心态 悲哀的心态 就是很多这种 很多的网友 他们是讨厌共产党 他们甚至内心追求民主 但是他们不懂 他们真的不懂 他们就是说 轻易的 就容易相信 那些表面的东西 轻易的相信表面的东西 然后的话 还很疯狂的 把真正 提出问题 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人 骂成了特务 所以我很多年前 我说 你们放心 那时候有人质疑我 十来年前有人质疑我 说哎呀 那陈宾林 你想推翻共产党 那你就是想跑回来当总统了 你就是想跑回来当官了 我就笑着告诉他们 我说我还没存到这种程度 我说你们以你们的这种思维来考虑未来 那是你们自己的想法 我说共产党垮了以后 我不会回去 我更不会去成政 因为我不想做园中坏 并且我敢肯定共产党垮了以后 我真的要是准备要把一腔热血 献给那些苦难的老百姓的时候 我铁定我会被他们吃掉 铁定 我会被他们那帮老百姓吃掉 因为他们就相信骗子 他们就相信暴君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什么 现在变成了一个骗子 刷脸的时代 现在变成了一个骗子 可以肆意妄为的大舞台 而他们就那么欢呼 那么拥戴 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像叶简明 他现在这个两千多亿 你们听着吓着了是吧 那么的话 我还要告诉大家 他在某些家族的眼里面 他又狗屁不是 两千多个亿算什么呀 这个国家被搞空了 真的是被搞空了 未来呀 我为什么说我绝对不会回去城镇啊 我没那个能耐去面对 未来 那么巨大的政治 负资产 共产党留下的 计算共产党垮了 留下的也是负资产 政治 经济 外交 社会 全部都是负资产 这个负资产 到了什么程度 巨大的黑洞 巨大的黑洞 去年我只是提出一个 经济上的黑洞概念 金融黑洞 去年还只是 简单的提了 金融黑洞 因为这个大家容易明白 我用这个 他们怎么样造成金融黑洞 我用他们发行M2 通过发行M2 来刺激 来截虐 矿产 截虐土地资源 我就是用M2这个概念 来描述了金融黑洞 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的话 在未来 我会慢慢的 把 政治负资产 共产党 留给我们的 这个负资产 这个大黑洞 逐一的 来描述出来 来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的黑洞 我真没那个本事 也没那么高尚 要牺牲自己 晚年可怜的几年 幸福生活 去填 那个黑洞 哇 这没那么高尚 可能有些朋友 听不懂我为什么说这个 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要紧 以后现实生活会告诉你们 现实会告诉你们 你们听不懂的 骂我的 没事 你们继续骂 你们继续骂 现实会告诉你们的 到时候 好了 这场 这场 目前的 所谓的乱局 刚才我前面说的这些东西 都在 我说到一些重要的时候 我提醒要注意注意 那些 那些重点 那些重点 它就是我们对整个局势进行分析的参数一样 整个大的混乱的现象 无论它多么混乱 无论它多么混乱 只要我们真正的把那种现象包开 很多现象真的假的都是混在一块的 我们把它包开 我们就可以找到 哪怕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些真相 那些本质的东西 那么我们把这些本质的东西 哪怕它再微小 联系到一起以后 我们就可以平化出这么一幅图 也就是说 平化出今天我要说的 目前出现的这么一幅图面 这幅图面就是说 现在 实际上 它们的体制内部 裂变 再发生 再加剧了 你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不要告诉它们呀 你不要提醒出来呀 这样它们就会黄备呀 太天真了 没这回事的 它们比我们更清楚 它们谁也挡不住 这种裂变 谁也挡不住 为什么 它们之间 已经就是要造成一种 你死我活 已经是你死我活的状态 已经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 我们 最重要的 真正最重要的 就是要自救 自救 就是全民的一种自救 各阶层的一种自救 不可能 不可能全部跑出 跑出来的 不可能 十多亿人 怎么可能都跑出来呀 跑出来的毕竟是少数啊 那种全民自救呢 那就是未来 我们自己 要有真正管理好自己的能力 管理好自己地方的能力 如果要是老百姓 老百姓 哪怕就是说 他们体制的那些 底层的那些官员 他们那是 他们到那个时候 同样 同样是 别看他们现在很神奇 很牛逼 真的到那个时候啊 其实就是桌子上的一块肉 就是桌子上的一块肉 同样毫无抵抗之力的 比如说他们呢 就更高级别的 那些什么 省长啊 什么 那些直辖市的市长 在那种 在那种 一旦大洪流 大变局 一旦开始起来 那种社会 振荡以后 他们根本打不住 那么的话 地方的 地方的老百姓 能不能过好日子 真的又 真的就是要 需要我们 自己能够 有一种自治 自救了 到时候粮食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国家 取备粮并不多 包括就是 给军队的取备粮 也是不多的 层层贪客 那些粮仓 很多都是假的空的 一旦在这个 出现这种动荡以后 这种 进口的 粮食进口的除道 就会受到影响 对吧 谁 去负责 带着钱 进口粮食 现在正在负责这方面的 他们那个时候 也是自保不暇的 自顾不暇的 其实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刚才有个傻逼在骂我 你骂我有用吗 你骂我 你说伤我一根毫毛 如果你在海外 你是个特务 你是在海外的特务 你可以得意养人的骂我 反正到时候你肯定 你是不会受到这份苦难 假如 你是在国内 你也就是一个小特务 我告诉你 到时候 你今天骂我 你到时候 你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不会因为今天要骂了我 你以后你就不付出这个代价的 不仅仅是你 你的家庭 你的后代 我才不稀罕 我不稀罕 你们是不是说 愿意听我 说的话 是不是接受我的观点 我从来也不稀罕 什么要什么粉丝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不稀罕 我不需要什么粉丝 更不需要给我廉价的掌声 你给我廉价的掌声 你说我能长寿 还是我能变得年轻 你们骂我的 赞我的 都不能影响我丝毫 现实我的生活 你说 刚才你说 你骂我装逼 臭学家 没错呀 我这学家还真不装逼 要200块钱一支 是不是 那我就装了 你又怎么样呢 是吧 我还可以继续装下去 但是我说出的话 我说出的任何观点 我是为你们好 请记住 不是为我个人好 我个人得不到半分利益 你说我 写那么多东西 我发表那么多观点 我都是通过自媒体 我从来不通过那些 拿稿费的媒体 我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稿费 也就是说 我甚至 我也不打赏 我甚至广告都不要 我甚至广告都不要 我不需要一分钱的利益 我活得很好 我出差淡贩 甘之如鱼 对吧 我出书 自己花钱 出书 卖出来的所有的板税的钱 全部 我送给了国内的那些受苦受难子 送给了他们的家属 我没半分钱利益 你说你骂我 骂得着吗 你说我是个骗子 我是个人 你说陈敏林是骗子 是特务 不要紧啊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对不对啊 大家不相信我 你就全世界人民不相信我 好吧 好不好 你说我能损失什么呢 我损失 我损失什么 我什么都没损失 我还是能吃能喝 对不对啊 你们那些真正的骗子 你们就认不清 喊高 喊漂亮口号的 像唐博乔那样的骗子 你们就认不清了 你们还把他当成领袖了 你说 我就说一句话 当一个民族啊 大多数人 愿意相信一个骗子的时候 那个民族就活结巴该 应该被骗子和暴君蹂躏 就是活该 知道吗 对 对对 西瓜说的对 什么样的因 就是什么样的果 你凡人的凡人 你自己 自己的选择嘛 自己的选择嘛 然后我在 在12年13年 那时候呢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说在大变局 大动荡的时候 尽可能把老百姓 受害的那种代价降低 降低降到最低 这是我最大的 我的愿望 能不能实现 我不知道 我没 我没那个能力去实现 但是我希望有这种 我希望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愿望 我个人没能力去实现 对吧 那么要实现 必须是大家 大家一起 才能够实现 把这个成本降低 所以 我提出的口号 我提出的口号很简单 全民导供 全民自救 以公民同层的形式 公民同层圈的形式 老百姓 慢慢的 组建自己的小圈子 慢慢的组织起来 慢慢的要组织起来 现在通过 通过五年六年 很多的城市 尤其南方城市 有了很成熟的 这样的公民小圈子 北方呢 就稍微差一点 北方 就没有南方这么 这么 搞得这么好 那么我想未来 那些搞得好的地方 我相信老百姓 付出的代价就要低 差的地方 付出的代价就要高 所以那个时候 我写过一个文帖 写过一个文帖 大概意思就是说 该交卷的时候 要到了 历史老人 时间老人 他是不会 不会等我们的 不会是好 你这个民族很可怜 你们可以不交卷 没这回事 到改交卷的时候 就必须要交卷 至于 交的什么样的答卷 那就是什么样的成绩 什么样的成绩 就是什么样的待遇 就好像我前些天 说到过 辛亥革命 是一场不成功的 不彻底的革命 所以才有了我们 然后这一百年来 这样的折腾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灾难 这样的代价 那么在未来 即将发生大变局 我们会交什么样的答卷 我真不知道 我是希望我们能够 交一份好答卷 真正把这个成本降低 老百姓少受点苦 那我们不便不便 共产党继续来统治我们 那么 你们好好想一想 我前面说的这一些 共产党统治又怎么样 能好吗 人民币崩盘是 不是什么悬念的 不是什么悬念的 现在这种 这种疯狂的升职 现在已经好像 一比六点几了呀 这是很可怕 很危险的呀 很可怕 很危险的呀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呢 基本上就是说 实际上 中国的整个经济状态 已经缺失了 吸收外汇的能力了 缺失吸收外汇的能力了 就是 没有 没有输血功能来补血了 对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 降低降低再降低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 大红利 在前面三十年 完全消失掉了 两大红利 一大红利是人口 二大红利是资源 全部已经被他们 消费掉了 虐夺了 所以08年09年的时候 无银案件 大家可能还记得 浙江的无银案件 我就做过深度分析的 从政治上 经济上和法律层面 我都做过 做过深度分析的 我就告诉过 我们国内的朋友 要他们一定要注意 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定要加强民间的 这种力量的组织 不能再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孔而泛之 就是说 用网络 网络话就是装逼了 不能装逼了 搞个民生以后 觉得有名气了 国际上拿个奖 就天然就成为了 一种政治领袖的 那种造型 害自己 也害你的那些追随者了 很多人根本还没认清楚 我不说未来的局势 不是未来的局势 就是共产党崩盘以后 留下来的那个 巨大的负资产 那种局面 我还不要求他们能够认清楚 他们连现在今天的局势 都认不清楚 就是在忽悠 欺骗那些疯狂的 盲目的 还有点傻傻的粉丝 甚至还要欺骗他们出钱 要他们打赏 讲一些就是说 能够打一点鸡血的 八卦故事 这些人就叫误人误国 这就是误人误国 所以我前两个视频 我劝 我公开劝大家 不要去看那个 什么美国之音 那些大嘴巴 那些什么 还有那些 那些已经被蓝金黄的 就是已经被渗透的那些媒体 也不要去看和平的 那种软性毒药的东西 和平的都是软性毒药的东西 我可以公开的这么说 明确的告诉大家 稍微只要有一点脑子 就明白 你看他请的都是什么人 你看他请的都是什么人 还有一个号称是一个什么学者的 叫什么来着的呀 有时候偶尔谈谈什么什么 也谈那个什么伊斯兰之类的 不记得把 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一下 忘记了 这个和平也在疯狂的捧 就是捧的这种人 就是什么呢 最终他们就会显示出他们本来面目 他们是在为党工作 他们是在维护这个体制 他们在维护这个体制 他们终极目的就是 还是想搞所谓的党主宪政 继续的来统治这个国家和民主 可能就说那好啊 他们如果这样继续统治下去的话 就中国就不会乱了 不会吗 到时候代价更高昂 更昂贵 到时候代价更昂贵 好了 今天我就 啰啰嗦嗦嗦了 快一个小时了 但是的话呢 刚才 谢谢那个 要过一百啊 谢谢各位 那些只要把那些基本 基本要点啊 把基本要点串起来以后 大家花一点时间 在网络上搜索一下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线索的 都可以得到很多线索的 那么下一次呢 我也可以和大家谈一谈 就是对于 对这个 像 那个 委内瑞拉呀 对这个 非洲一些国家的什么 原件工程 原件工程 要好一些的 好一些的 睡了两天好多了 好多了 下一次我要讲一下 这个国际工程 尤其对那些 专制落后的那些 第三世界国家的 所谓的原件工程 我要以那个作为切入点 再给大家分析 我告诉大家 政治 它的永远 离不开经济 不要把政治看得太高大上 政治 它就是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就是对柴米油盐 酱醋茶 的话语权 别把政治 看得那么高深 有些人 就说政治是肮脏的 肮脏吗 政治一点都不肮脏 说政治是肮脏的 那么 请你自己到山上去 请你自己到山上去 自生自灭 说政治是高尚的 也请你到山上去 自生自灭 政治就是平常 就是柴米油盐 政治就是对权 对利益的一种 化昏的权利 化语权 这就是政治 对于老百姓来说 什么叫不关心政治 你关心了柴米油盐 就关心了政治 就这么简单 你关心了小孩 上学 学费 关心了老人 看病 看不起 这就关心了政治 很多人还能认为 我这不是关心政治 政府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搞啊 我不是关心政治呀 我没有关心政治呀 就是说 我老人看病 看不起 是吧 我孩子上学上不起 我希望我孩子能上学 这不是政治呀 这就是政治 所以就搞你 所以就搞你 你还上访 你还上访 你说我 我爱党 我爱国家 我爱领袖 我不关心政治 我只是想解决问题 你想解决问题是想什么 你就想得到你的话语权 就想得到在这个事情上 你的忠裁权 这就是政治 他不搞你搞谁呀 对不对呀 都十几二十年前 我一直跟那些访民说 最好的方式要组织起来 要发动你们周围的人 要关心自己的 才美 我应该降出场 别老是背着 一大包上访纸 跑去排队了 没有 上访 上访就是政治 我告诉你们 你还更别说 金座的就是更佳了 对吧 金座就相当于造反了 对不对呀 这个道理 很多人 他就是想不明白 他就是还在 还在说 共产党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真的不关心政治 我很爱你们 我拥护你们 我拥护共产党 所以的话呢 我就没法说 你说我能骂他们吗 我很同情他们 但是我的同情心非常有限 我的同情心非常有限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刚才大家的互动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 好吧 有机会下次再聊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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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第二 我觉得 转送 因为 嘗 所以呢 你